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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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行程就是去大埔的舍山村 就会经过舍山村的大船后面 然后就会去到年澳 然后再落泰国那一站 这条线是半夜的行程 可以轻轻轻轻轻就完成了 我们下落了 嗨 大家行在舍山村的时候 可以留意两旁 会见到很多龙户都种了桃花 不说你不知 原来在香港有登记的桃花户来说 舍山这里占了非常多数目 如果大家新年的时候想买桃花 可以过来这边亲自选择 我们今天行的舍山位于临村 而临村贩子的范围就是南华堡 去到白楼石的家道里 临村这里可以说是一个福地 因为这里四面都樊山 临村背靠是我们香港最高的山大帽山 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 所以流下来的水都是特别漂亮的 还有四边都有高山 包括大帽山对着的大刀印 还有右手边的九龙坑山 形成台风下雨打风的时候 都可以减弱了风势 所以很适合以前村民居住 和种菜 你看到我身后 都有很多不同的农座物 还有些农户在种 但是当然不及以前 这里的村民居住的户 都是种菜这么热闹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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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些人都能够面 有些人都能够面 还好 有些人都能够面 你们都能够面 都不能够面 走出 这个 有些人都不够面 有些人都能够面 有些人都能够面 做得到 我們行山經常說要喝水,帶足夠的水 原來我們日常在家開水游的水 和臨村這裏都有關係 我們香港的食水有大部份都來自中國的東江水 東江水來到臨村這裏 臨村這個位置就像一個閘水一樣 將東江水來到這裏之後 再轉運去其他地方 所以你們下次搭車來臨村的時候 可以留意一下臨村附近 是看不到貨櫃場或者是油站的 因為可以想確保水質的一個純正度 這個優勢也都令到現在 還有不少的農戶在臨村種植 因為水質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方法也要找到 就會交給四季季的優惠 百貨水 西ivi 西方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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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後這棵大棵樹是不是很大呢 有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大棵樹? 但原來這棵不是蛇山最大的大棵樹 待會我帶你去看一棵比這棵更大 有個洞口 你只會放棵樹 好 ם 鱸鱼 同樣都是經過了一個招林 但我身後這棵大張樹就跟剛才那棵很不同了 這棵才叫大 這棵樹是否很大呢? 你們猜猜我們要幾個大人才能抱著這棵樹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還是五個呢? 下次有機會和朋友一起做一做這個實驗 就知道這棵巨型的張樹究竟有多大 看到這棵這麼有靈氣的大張樹 想不到原來它身後有一個這樣的洞 原來在很久之前這裡曾經被大火燒過 所以殘留了這麼大的洞 其實我們對於這些身邊的樹木 一定要好好關愛 要不然再大再強的張樹都有人會塌 要通往我們今天和我們一起去 我們要去做這棵樹 你去做的一棵樹 你去做這種事 你去做那棵樹 你去做一個大棵樹 你要去做這棵樹 今天的目的地是年澳 要在一棵大樽樹後的山道 沿著山道一直上 大概九個字就會上到年澳的頂 在上山的初段 大家可以留意下兩旁的樹林 因為這裡的樹林保育得非常好 大家剛才看到一棵這麼大的章樹 在這個孕育島章樹這麼漂亮的環境下 其他樹木都長得非常高大 而且都是沒有人為的干擾 所以你看到 它很有原始森林的感覺 這兩棵樹挺有趣的 好像一棵門一樣 歡迎我們走上這條山道 原來走上這段路 都感受到這棵樹林是非常天然的 沒有人為的設施和物件 都留在這裏 其實林村這一帶的山林 都有這個感覺 這裡整著幾條村上山的路 都有這些原始森式保育得好 所以都是值得大家去欣賞一下 這條路沒有人工的設施 沒有人工的石屎椅 但是這裏的石頭 夠夠都可以做椅 只要發發你自己的創意 在一塊平的一面 就坐下一個天然好好的石燈 好過那些石屎椅 在這裏我時不時都會見到一些 好像不知名的菇類物體 我們一般都不會吃 因為吃菇類的上毒機會率是非常之高 在沒有相關的認識之下 大家千萬不要亂試 大家沿路都會見到 很多樹木塌下來 或者很多枯木攔住一條路 其實這些正是天然樹林的表徵 因為樹木天然 除了它的天然 死了之後就會掉落地 斷了塌下 就慢慢地腐爛分解 成為其他樹的一些養分 如果這個天然樹林 是夠天然的話 所以沒有人為的干預 樹木自己留在這裡 一路一路自己化成養分 能夠令到森林的養分循環不適 相反如果我們太多人為的干預 見到樹林倒下來就搬走它 這個樹林的健康就會差一點 因為我們拿走了營養最主要的來源 就是這些枯了的樹木 很多人走山都會選擇很容易的路來走 好像有時親子的活動都會選擇一些 石屎的路 或者一些大的行山去走 其實我有另一個看法 好像這條路一樣 雖然看似每一級都大步一點 還有沙泥路多數不低 但是小跑其實最主要就是走這些路 因為每一步都要用它的路去思考 用它的平衡力 手眼、手腳去協調 走得到代表它們自己是有這樣的能力 它們自己都會很開心 但是 另一邊相 如果我們平時走一些很沒難度的路 它會有空 它就會覺得悶 還有會打遊戲、聽歌 因為太簡單了 它也不用用腦 但是走這些路就不同了 它可以發揮自己的材料 行行行行 身體就會一日比一日好 將來長大 就是一個健康看法的人 在地圖中 差不多了 走了3分2又多了 繼續努力 當大家走出了這片樹林之後 頂頭見到天空之後 我們真的離山頂就不太遠了 大家繼續努力 上來山頂就要大聲喊 有什麼冤屈、悶氣都喊出來 大聲點喊 山下的狗都會聽得到 你聽不聽牠們回應我 好,大家現在眼前看到的 現在就是大刀印了 大刀印是劃分了大埔和北區的一個山脈 在現在大刀印以南的地方 就是臨村谷 你見到這裡是一大片的平地 和村屋都是臨村的範圍 下面還有雖然很多村屋很密 但是還有不少的田地是見得到的 繼續我們往左手邊方向望 就會見到有一排的山 那邊就是我們香港最高的山 大霧山 看到那邊有些發射站 建築在那裡 那個就是大霧山山頂 我非常喜歡這條路 因為這條路短 又容易走 但是上來的風景和感覺正 所以呢 大家有機會真的要來走一下 向著扭喊那邊是沒有聲音的 向著山這邊喊一下 嘗嘗 嘗嘗 聲音不算很大 但是聽到有一群狗呢 正在應我 每次向著城市喊 都沒有人理會我 可能我是野人 跟城市人溝通不到 都是向著山喊 有些回饋 但是 只要有隻狗拍一下 都是開心一點的 今天這條路線 特地安排在蛇山村那邊上來 就是因為這條山路 本身的上落 這樣安排會比較容易和安全 剛才我們上蛇山村那條路 你見到那些窗戶大一點 斜一點和多些樹葉 如果在那邊下山 就會比較危險 相反 剛才我們下這段山路 雖然是斜 但是它地上也有了草頭 是鑽著鞋底的 所以我們走這邊下來的時候 就會安全很多了 所以建議 如果是初初沒有走過這段路的 或者平時沒有什麼走開山的朋友 都在蛇山村那邊出發 就會穩陣一點 我們走山時不時都會遇到狗 特別是出入村落的時候 如果大家是怕的話 不妨拿著這些竹 一起來可以幫助平衡上山下山 二來見到狗的時候 也可以多個提防 自己走上來也會安心一點 但其實一般來說 狗都不會主動攻擊人 它只不過是在地盤上 去守衛著你 只要我們不是主動撩它 大部分我們走山 就這樣走過去都是非常安全的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蓮澳了 蓮澳是一條挺隱世的村落 因為它是四面都橫山 而且它也是有相當的歷史意義的 大家剛才去看 那裡有一群 舊的建築群 其實也有相當歷史意義的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走進村落去看 記得不要需要村民 正正地走進去 看到村民跟他們打個招呼 他們都非常好客 大家看到路牌上高 有個叫圓礦坳的地方 是不是很特別呢 它是麥里奧經和惠逆經的交會點 也是大埔和荃灣的中間 一個必經之路的位置 如果大家想在大埔走到荃灣的話 或者荃灣走回來大埔 都必定會經過這個位置 走到這裡 今天條路線就差不多了 我們在半春園 就是這個路線的終點 我們今天走這個路線 也是為農曆新年期間舉辦的 香港許願節的其中一條路線 這個行山活動定了在2月12日 活動名叫做親子連澳行山落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網登日臨村這個網址 就可以看到有關的資料 我野人都會參與這個活動 大家走到這條路的尾段 要留意 別想到很開心 這樣衝過去一陣 因為現在有工程進行 所以大家走的時候 記得靠邊走 留意車輛的出入 我們安全地上山 安全地下山 這樣行山才會開心 好 我們小心走 好了